八百两 九百两 一千两 一千一百两 一千二百两 一千三百两 公子 一千三百两 这么多 怎么样 这些都是我莫回来的银两 你呀 一个铜板都没筹到 对 是我输了 好了 那你要我答应什么要求 尽管说吧 好 果然快人快鱼 那我就说了 我要你 我要你什么呢 我还缺什么呢 银两我有了 马车也有了 房子 来阳县有三套 京城有两套 账子我还缺什么呢 甜嘛 给我我也不会跟 丫鬟 我有一个都快把我给气死了 如果再多一个 喂 哎 你们怎么都睡着了 你到底想好了没有啊 怎么想这么久啊 哎呦 人家想不到嘛 什么 天都快黑了 你还没想到啊 哎呦 那是当然了 因为机会只有一个 当然要慎重一点了 反正 等我想到后 自然会告诉你的 嗯 好好好 公子 快走吧 我走了 哎呦 哎呦 对对对 该走了该走了 那我就不送了 好啊 你可别走啊 我不会走的 我等你 嗯 走吧 嗯 哎 公子 嗯 你觉不觉得这两个人 有点怪怪的 什么怪怪的 公子你看啊 是不是你们两个 一起被抓紧牢里 嗯 他出来了 而且又把你给救出来了 对吧 还有 你看 这么多白花花的银两 我丈夫几辈子也挣不来啊 他们能够两手空空 在不到半个时辰之内 就能挣到一千三百两 公子 你说是不是有点怪 是有点奇怪 嗯 阿福 把这些扇款收好 好 太棒了 嗯 真没想到会那么顺利 今天好顺利啊 对啊 我们这样做啊 他肯定没有发现 嗯 是的 哎呀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嗯 哦 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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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 读 人呢 你找我们呢 他不是找我们 他是跟踪我们 我 我 我没有跟踪你们 那你鬼鬼祟祟干嘛 我没有鬼鬼祟祟啊 我只是 看你们两个太瘦小了 可能会遇到危险 所以 我过来看看 这么说来 你是真的关心我们 当然了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是我的好朋友嘛 对 好朋友 小月 你先回去吧 你没听到啊 人家把我当成是好朋友 正所谓 世上难遇 知心有 遇到便要 聊个够 你没听说过 没有啊 我也没听说过 是哪位名人的誓词啊 啊 是 是我即兴创作的 好事吧 啊 啊 好 好事 嗯 小月 你还站在这儿干嘛 哦 好了 我们不用理他了 走 我们找个地方谈心 好 哎 谈 谈心 啊 不是 是谈天了 哦 其实你可以坦白告诉我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 我就是我啊 还能是什么人呢 嗯 好 那你回答我 为何那些官差狱卒 看到你 就有几分敬畏 你要募款的时候 又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 而且 官府的人也没来找麻烦 我 好 你真的想知道吗 当然了 如果是朋友的话 就应该互相坦白 好 那 我就全都对你坦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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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erived 本来你从小就被佳人 送到京城里去读书 因为怕被别人欺负 所以才扮成男儿身 嗯 可是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 可以把我从牢房里 啊 你说这件事啊 那是因为 我在京城里认识一个大官 只要我说出他的名字 没人不给面子的 是哪位大官 嗯 这个就不好说了 不知道这位大官 可知这里的胡小天 无作非为 你 你很讨厌胡小天啊 当然了 我最痛恨那些 仗势凌人的贪官污吏 要是我可以操生杀大权 我一定对这些狗官 来个力展无数 是这样吗 难道你不痛恨胡小天 哦 嗯 因为我刚从京城回来 对这里的事情 也不是很熟 所以 不方便多说 那么请你尽管去打听一下 当你知道她的恶行之后啊 你都会对她有种杀之而后坏的感觉 大家好 我是孙协智 您现在收看的是 孙协智 聊斋三 只能无助的 华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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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看不住 小姐怎么能去库房呢 大人 小姐执意如此 你说我们做下人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你 你是个没用的东西 你 爹 您找我有事啊 库房银两 爹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私自去库房偷银两 他们都告诉我了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你太不像话了你 爹 女儿这么做 还不是想为您寄一点福报 俗话有云 寄善多福 多做善事啊 你为什么要为我寄福啊 那是因为爹你 干了一些不好的事 是什么 我也不方便多说了 况且那些银两 也是来路不明啊 我把他捐出去 也是去做善事啊 你还听说什么 爹 女儿说的都是实话 滚 把小姐给我带回归房去 把他关到房子里 滚 给我滚 给我锁好房门 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爹实在太过分了 既然这么不喜欢女儿 那女儿走好了 快来帮我开门 谁来帮我开门啊